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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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2 没理由 就要你做我女友 谁都没机会 就要占据你的心 不会拒绝我 So where are you? Come to my party 因为我知道 你才就是人群里的焦点 阳光太高不能怪我 也让大家看到你 see我 那认真不确是我的目的 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 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 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 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I'll be your big girl for 在你听完这首歌 是你的独白 因为不用再爱我都知道 其实你在我心里 就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我也喜欢你 我非常非常地喜欢你 我非常非常想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不能夸出这一步 我是个艺人 我是星空娱乐的艺人 我不能谈恋爱 不能有绯闻 不能交女朋友 并且我要把我想插的味 唱向全世界 为此我可以放弃一切 包括你 那我们不太听到我们在说什么 我认识的余子人总还不会说这些 我很自私 对吧 我知道我很自私 或者说我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我也不会为了我的自私找解好 我伤害你 我会打 réfl Jeff 你现在的感觉 是你 我看你 还我还是想在这个偶尔与我炸的世界里 我 能够有一个真正第一届我的人 我 无心的人 我一脚心脏 喜怒太无常 那样不会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该怎么释放 大小本人 预改了秘证 喂 喂 你怎么了 你哭了呀 你在哪儿呢 我问你在哪儿呢 明天没通告 我休息一天 喂 是你去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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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s 喂喂 喂喂 你马上有什么都没有 我 我 我怎么办 我什么都没有 总会遗忘在某一个夜晚 深刻的是想你的孤单 想爱的人结局那么遗憾 遗憾 梦恨啊 总会遗忘在某一个夜晚 深刻的是想你的孤单 是想你 是孤单 是想你 海风吹过我的脸颊 爱走了曾经 你的样子 挥之不去 像小孩 对我说谎 为何隐藏 都不重要 如果你回来 今后的我 如何面对 没有你的时间 我 只会 hayat 好 很热 想念 从前 你的依赖 我只剩 你的双手 一直让我抓着 我们的温暖是多么美好 我现在很难熬 知道吗 想念从前你的依赖 可现在能做的 是因为她吗 对你祈祷着 我只想要你紧紧的拥抱 有什么碰不到 面对不了 对我说谎 为何隐藏 都不重要如果你回来 今后的我如何面对 没有你的世界 很冷很远 很远很远 很远很远 那是多么美好 我现在很难熬 知道吗 想念从前你的依赖 可现在能做的只能为你祈祷着 我只想要你紧紧地拥抱 为什么碰不到 你说 面对不了 真真真小懒猫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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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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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了都 起床了 怎么了你 头疼 那喝点水 不是 杨真真 你昨儿喝酒了呀 你一个人把一瓶都干了 肯定是有什么好事吧 是不是你跟余子蕊表白了 你快起来 别说了 你起来跟我说一下 好消息是要跟闺蜜分享的 快说说 余子蕊说 我们适合做朋友 他怎么这一会儿 这人 我找 你还想我不够丢人啊 不是 那 那你怎么不跟我打电话说清楚呀 我昨天太吵了 没听到你说话 你早知道 我一定回来陪你了 没事 睡一觉了 过去了 他这个人太渣了 拽什么呀 还没火呢 就这么拽 他那也不是拽 反正我都习惯了 这么多年 多少财连都无疾而终的 相比而言 余子已经算好很多的了 那至少 让我死心了 行了吧你 他都这样了 你还替他说话 真行 我 你昨天晚上没回来过吗 我昨天一直在跟他们唱歌 你早知道你这样 我一定就回来了 可 我怎么记得家里来过 行了 行了 这么可怜 你肯定是喝得宿醉了 脑子不清楚了 赶紧吧 你先躺下了 躺好啊 我呢 就给你做点海鲜汁 或者是弄点蜂蜜水 你先睡会儿啊 别想太多 不要想别的 把那个渣男赶紧忘掉啊 不顾一切 走来的爱去爱你 因为我的爱可以化解一切 虽然我没有让你知道 虽然我的时间不能剩下的日子 我会珍惜 不放弃让你做回自己 其实我都懂 是我不想 去揭穿到你 我会珍惜 我感觉都很不错 我操心都是只有一个苦恼 那就是我过的遗憾 对 她这么伤心 百个礼物要没得起来 是想不到收下的日子 我会珍惜 不放弃让你做回自己 其实我都懂 买什么呢 是我不想 定制屁 没有了你身外边最软死天 我会珍惜 我会珍惜 可欣 你回来了 想我没 我当然想了 以后我就留在国内不走了 陪你啊 国内挺好的 干吗要走 你看 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一直带着呢 好看 特别适合你 谢谢 走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现在吗 还有多让你吃 我 走了 不是 我公司等会儿还有一个会 我要去当公司 我都定好位子了 我吓死了 怎么总吓死 你怎么总重了 没事 你可以边吃饭边工作 哪有 哪有边吃饭边工作呢 杨助理 你来得正好 我和旭旭刚要出去吃饭的 我们一起啊 不是 可欣啊 我 我 我们还有点工作上的事 那好吧 那你下次会陪我吃饭呢 我承认你 说好了 那你们好好工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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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你 我怎么了 你不是说你生病了吗 好了吗 这小感冒啊 早好了 你确定啊 没留下个什么后遗症啊 感冒而已 要什么后遗症啊 听你说话这个样 估计也是好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呀 马总等半天了 你说他有什么事 为什么非让我去公司 直接跟你对接不就行了吗 那人家觉得事情重要 不想跟我说 非得也没跟你面聊 那就让他等着 没有任何事情 比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更重要 三分钟 你不知道吗 因为有了你生活变态如此甜蜜 很喜欢你的一切 真的美丽 you know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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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ng a story babbling down your body you're merely looking classy no one else watching 怎么样啊 是不是特别的好听 你写的 不 你甭管这歌是谁写的 这是我朋友写的一段旋律 想让我给它唱 你就告诉我好听还是不好听 一般没有特殊的感觉 那是因为这首歌呢 现在只有钢琴的伴奏 当我把整首歌曲做完 把音乐加进去 两个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这首歌一定会变得很完美 这首歌不只是编曲和配器的问题 整首歌的后半部分 听起来总是觉得少些东西 所以我个人不建议你唱 我觉得吧 你刚才肯定没有好好的听 我再给你来一次 我好好听啊 所以你不用再来了 再来几次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时间 来了一会儿还要去公司 所以 这首歌作为经纪人 我是不同意你唱的 我那个什么 你要是实在觉得这面子上 拉不下来吧 你要买你就买了 反正也不差这个钱 但是 唱是不行的 你写的 哪有时间写的 咱们去找 找那个 妈 妈那个 你写的 薄絮 今天我把你找来 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不过一会儿我希望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就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我们再慢慢沟通好吗 你都提前跟我打预方针了 看来你已经知道我会有不同的意见了 是这样 上次你跟薇薇涵合作拍摄广告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她就是文文 但是我非常感动 因为你的配合度很高 所以甲方给我的回馈是非常满意 那件事都过去了不用再提了 以后不要再闹这种乌龙了 而且我跟她不想有任何的关系 现在是这样 她的经纪公司呢 希望你跟她以组合的方式 然后接一些国际慈善和商业活动 我觉得还不错 毕竟她们给的价格可以 而且人家公司的宣传力度很高 这次你也看见了 你跟我开玩笑 我跟她组 我知道你们之间是有一些过节 但是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男子汉大丈夫这些事情不算什么 这样我们的宣传点就可以打成 你一笑眠愁多大气 这对你也好 有啊 你不用说我还知道你后面想说什么 明白你的意思 而且我没想到 你的视力这么好 快赶上苍蝇的敷衍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你的眼睛分辨率很高 你在看我的时候呢 我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个的像素点 这个呢可以炒绯闻 那个呢可以炒瓢蟹 再来一个点呢 可以炒一炒什么 家庭背景啊这什么的 最后把我炒成一盘娱乐小瓜子 供大家茶余饭后边可边聊 是这个意思吧 我炒续 我之前一直听说你语言系列 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不重要 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量苦用心 我做这些 都是为了你的个人形象去考虑 你跟我对形象这个词的理解 是不是有些不一样 我对你的这种打造方式完全不认同 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也不喜欢 你先回去也行 反正具体的工作我会跟杨真真沟通 她会交接给你 我刚才跟你说的话 你是听不见呢 还是你听不懂呢 我跟你说的话 你是听得进去还是听不进去 马总 关于跟文文合合作的事情 我也不同意 杨真真 你是不是快忘了自己是谁了 虽然你是她的经纪人 但是在工作归属上 你是归我管辖的 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安排 我会分分钟让你走人 我拜托你站好队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你是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没有那个意思 只是觉得这个话听起来很耳术 从我进星空娱乐第一天起 就不停地有人在告诉我 可以随时让我走人 包括郑伯旭 我从来不害怕随时走人 我之所以走到今天 是因为我一直在做 自己坚持对的事情 而且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你少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你不要以为你找到了这个靠山 你就可以在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告诉你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牢不可破 这是我给你最善意的提醒 嗯 我也很同意你的观点 所以我从来没有打算攀附任何人 而且我也会一直坚持自己 认为对的事情 所以马总不好意思 关于文问的合作事情 可能先算了吧 下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们再聊 走吧 我觉得他说得很对 一秋之河 你啊 星哥 既然中午啊 大家想吃什么 那就给他们点什么 我请客 许哥请客 谢谢许哥 谁想喝 我许哥 你这人败气 我许哥为我 好 好 好 这这这这 你真行啊 你插气动什么的 你们看看珍珍 说让他变回来就变回来 还突然间请我们吃饭 我们还有点不适应呢 你没事吧 美国这么难看 没事 是 陈天昊 郑国旭现在也太嚣张了吧 整个公司是否没有人能管得了他 还有那个杨周珍 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什么背景 竟然敢当面顶撞我 你是怎么管理的公司 上上下下乱七八糟 没有一点点的规章和制度 马总求求你 可不可以不要随随便便 跑到我办公室来大呼小叫 员工听到怎么办 像话嘛 听到还以为你是我老板 我不管 我现在非常愤怒 我只有一个要求 立马开除杨真真 马总 我是公司老板 很多事情我不方便参与 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我也希望你能听进去 我希望你能学习 如何跟艺人沟通 如何安抚他们 有时候呢 手段要强硬 有时候得安抚 对拍笑脸 当然 每个艺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点也不一样 尤其是大派艺人 会比较难搞一点 这些事情都可以学习 都可以慢慢来 慢慢适应 好不好 别急 可以 嗯 开除杨真真 快点坐 不进了我 我先不放鞋了 我坐 干吗去啦 这么累 你是不知道 我今天陪于紫月去做造型 那个造型是把我当成她主理 一会儿让我干这儿 一会儿让我干那儿 累死我 最后 不提她 没事 都是一个公司的 反正你还是她助理 以后多帮她会好 我知道我知道 还是说说你吧 你今儿怎么了呀 全公司的人都在议论你们呢 说什么呀 说你当着郑伯旭的面 怒吃玛丽娜 把她惹疯了 跑到陈总办公室 又喊又闹的 反正说 如果你不公开 给她道歉的话 就要看出你 我也在想 是不是我的方式方法 有问题 让她误会了 反正你小心点吧 我觉得她挺有靠山的 你想 陈总也拿她没办法 杜总都那么烦她了 她不照样还在吗 但她对郑伯旭 真的还挺好的 只是可能我们观念上 有差异 我也觉得闹成这样 不太好 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但还有人说呢 有人说 你挺厉害的 把郑伯旭 治得服服帖帖的 那嘴长在人家身上 我能说什么 也是 我 那突然有一套电话进来 谁啊 马总 让你注意点说话 你这么值得性格 别自己躺 马总 珍珍啊 睡了吗 没有没有 马总 您说 是这样的 今天白天呢 是我态度不太好 所以我给你打个电话 跟你说声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 马总 那个是我不太好 怎么会呢 你是为了工作 你是对的 我后来也想了一下 让郑伯旭去跟文恩合作 确实不太好 所以这个方案我已经通过了 谢谢马总理解 我当然理解了 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 所以我们之间 就不会牵扯私人情感 对事不对人 对吗 嗯 还有就是 麻烦你也跟伯旭解释一下 你说以后 大家还要在一起工作 心里有什么芥蒂 这都不方便啊 放心吧 马总 我会好好跟郑伯旭说的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嗯 好 马总再见 晚安 我还真是不能小瞧你啊 我还真厉害啊你 我觉得他人还挺不错的 但我没这么觉得 反正我听他说话 我就觉得他怪怪的 你还是小心点吧 我问心无愧呀 行 你问心无愧 我先去休息了 你自己打算 拜 好 珍珍 珍珍 早啊 早啊 真巧 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了 你找雨淇姐 她应该还没来呢 我不是找她 我找她干吗呀 我找你 找我 咱俩找个咖啡厅聊聊 怎么了 我想跟你说说粉丝的事 那去我办公室呗 坐 喝什么 咖啡还是水 那不用不用不用客气 珍珍 你这人缘真好啊 这么快就从助理 升为经纪人了 但是我看你这办公室 有点小惺惺 下次我来的时候 给你带两幅画 装饰装饰 怎么了 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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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吗 我今天来找你吧 我是这么想的 你看 你当郑过序的 经纪人 我都没来跟你汇报 粉丝的工作情况呢 也是啊 我最近说忙完手头的事 去找你了解一下 粉丝团队建设的 我懂 这种事得我去找你 哪有你找我呀 我最近也了解了一下 好像粉丝建设 也挺庞大的一个工程 对 没有那么简单 特别复杂 而且郑过序的粉丝 都是小孩 十八九岁那样 一点都不懂事 一言不合 他们就吵起来了 跟他们打交道 我都要累死了 那也不能什么事 都你亲力亲为啊 对啊 得靠管理啊 层层分歧 郑过序的粉丝 又遍布全国各地 每个区域 我们都有区域的主管的 那不是跟管理 一个大企业一样了 对啊 所以说我打算引进一个 一二批管理系统 进行云端在线管理 挺厉害的 这都是经验嘛 要不然郑过序的粉丝那么多 每一次粉丝见面会 粉丝接送机 就我一个人 我可不累死了 那下回把几个核心领导 我都见一下聊一下呗 你想见肯定没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你要有什么事情你吩咐我 我帮你去办 珍珍 那个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这太贵重了 不行 这就是我一点心意 不贵重 我平时也用不上这些东西 的确也不太很适合 不喜欢这个牌子是吧 那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牌子 我给你买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珍珍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这刚刚上任 对我又不熟悉 那有点戒备心是正常的 但我这人特别好 我特实在真的 珍珍 你是不是觉得我以前 跟孙雨琪走得气 你不高兴啊 那我跟孙雨琪走得气 那都是工作上的事 就她那副德行 谁愿跟她走得气啊 对吧 而且我跟你说孙雨琪说你坏话 我可一句强 我都没打过真的 再说了珍珍 看我这礼物都买了 那特意为你挑的 我不送你我送谁啊我 你就收下吧 那实在不行 你送我一个 开玩笑的 你请我吃个饭也行啊 对吧 收下吧 收下吧 谢谢啊 这就对了嘛 人情亡了 有人情才有感情嘛 你先忙 你先忙 我先走了啊 你忙你的 走了啊 工作 走 乐乐 辣东西了 珍珍 你这人何必呢 你要是不收的话 我就给公司了 别别别别 我收我收 你这人怎么这么较真呢 慢走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今天的蓝球碰碰碰的明星赛事 今天我们的现场请来的嘉宾 那都可太厉害了啊 他们是歌手里面最会打篮球的人 今天在我们现场分别分为光明队和明光队 好 那么下面让我们以最烈赛事 有请今天的高颜值嘉宾 郑伯迅 余子瑞 带着他们的队员 入场 掌声 谢谢 好 偶像是可乐的拿出他们的实力 将在今天现场画回光彩的一面 好 那么今天我发现到啊 我们今天篮球现场的所有的嘉宾啊 所有的观众 都以女性为主 我想你们不是来看球的 主要是来看脸的啊 我们的比赛终止是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那么在此刻 让我们以最热的掌声 欢迎一下他们好吗 好 好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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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开下来 开下来 日子瑞咱 不哭哦 一笔一笔不惊喜啊 我们也是接着电话 赶紧赶过来的 哎呀 待会儿还得回公司录哥呢 不过日子瑞 为了子瑞 这么拼命地退这个真人秀 这么严定子瑞在公司 还是挺好的 她也挺配合的 好 谢谢啊 哎呦 没想到瑟哥这么厉害啊 对了 你还记得那个瑟哥的粉丝团团长 叫露露的那个人吗 你知道吗 她知道我们俩住在一块儿 最近老向我打听你 像我问你住哪儿 然后平时喜欢什么 是哪儿人 问得可严重了呢 还好我聪明 我啥也没说 放心吧 反正她问我啥 我就说我不知道 让她问你去 然后呢 然后 她送了我一个这个 说让我好好照顾她 你怎么就收了呢 我没有收 她递给我就跑了 我去追没追上 我告诉你 她现在是看余子瑞咬红了 然后你又是她助理来铺路了 真的假的 我以为她送我这个项链 是因为我跟你关系好 想巴结巴结我 跟你套近乎 那立刻马上给我送回去 我知道了 那我送回去 你会送我一个 跟这个一样的项链吗 只要你乖我就会 起包式的那一枪 如果你们了那一秒 放弃比赛吧 just get out finish this song swe are still pulling on stay fresh into your host dance我的人 现在都还有 i'm sorry 你做品太 low 没有到的半钟 当时的我 紧急承受的你们 现在我来拖着C-pop 不管的人 gada f*** gada here 听我说 我在哪里所有的人 都只会目光 投降我吧 my be i feel 天生就带着 全都离开 我们的比赛间进入了白热花的阶段 我们现在所有的球员 全部拿出他们参加的本领 没有一点放水的行为 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 那么暂时的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感觉哪一队可以赢的话 或者说哪一个球员是你心目中最佳的球员 赶紧拿起手机 为他投票吧 我给你拿起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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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起手机 我给你拿起手 我给你拿起手机 我给你拿起手机 快手机 骷髓 骷髓 既然 踏帅 你都要追着我 来吧 骷髓 骷髓 的脚下 提包式的那一枪 如果你们留那一秒 放棋比赛的 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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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不是故意的 零的不行来岸呢 跑球吧 不用你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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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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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